不過坦白講要練肺活量 田老師是有招的 有招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不要這麼糗歪歪的好不好 來請教一下田老師 來來 這個是風車 大家也知道 一人一個 一人一個 但是我分兩個等級 一個重量級和輕量級 輕量級的給我用 來來來 輕量級 這支大支會給他 輕量級 這樣我也來一支 這支彩色會比較漂亮 這支要吧 來一支 這個比較符合我的個性 好 來 我們每次吐出去換氣的量 還有力道 通常我們自己不知道 譬如我們練氣的方式 以前有人比較傳統 我們就吹直 對 本身 本身一吹下去 你就中斷了 然後中斷之後 你知道那個氣到底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維持到一個水準 譬如用這個風車來練習 就是 我們可以先試試看 你像這個風車 為什麼分重量級和輕量級 如果通常我們要練 你練比較大腹的 我們就用重量級來訓練 然後因為它這個材質比較重 對 我吹一次 試試看 這樣也滿轉動的 滿快的啊 對 但是還是會有點笨重 對不對 對 美人姐那個是輕量級的 美人姐這樣吹還對著吹 對著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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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我超怪的 他輕輕一吹 比較容易吹的叫輕量級 對 但是美人姐你別看那麼輕鬆 當你要把 裡面有五個對不對 吹一圈 欸有欸 有一點點 但是最後一個 有一點點 掉了 沒有嗎 最後一個 欸 這是有好一點點 對對有好一點 但是自己去改善這樣 對對對 這不可能一口氣吹掉 欸 我這有六個風車欸 我覺得你的比較簡單 這個你弄 你可以一次讓他六個嗎 來 試試看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有 有六個 輕而易舉啊 輕量級的 這重量級 美人姐拿著重量級 啊你不是說比較簡單 沒有 美人姐 你力氣這樣吹 這有點難欸 對 真的重量級 但是美人姐 這樣好不好 沒有比較好 這有點難 我還是換這個好了 欸 真的耶 原來你給我的 真的是輕量級 對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怎麼樣 讓你的氣 這更長一點 通常就是我們 腹式呼吸的方式 就會吸到腹腔去 對不對 氣會比較深 對 那你氣會比較長 這樣你可能會 會把那個六個風車 都可以吹 欸 用手動比較快 欸 這真的要練欸 要練的 欸 老師其實 但是他不但是可以讓我們練氣場 也可以力氣強 對不對 對對對 欸 你是 這個應該是 開得很棒 試試試看一下 有欸 有 他吹一輪 吹一輪 你也 也都有欸 也都有欸 可見他們兩個 美人姐 實力相當 我實在不想強調說這個是輕量級的 美人姐 好啦 來 好啦 謝謝你啊 哈哈 我會生氣欸 哈哈 會啦 這個會啦 這個方法 叫做 風車 肺活量 練習法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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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